Hi コモミナサマタマデス 今天我們來學口語 5個生活上常用的口語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今天第一個要學的吧 今天第一個是 Ma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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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意思就是管他的 管他的就是我現在什麼都不管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就這樣子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講有兩個同事 為了今晚的公司晚會 然後必須要去買一些禮服 因為時間很緊迫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有以下的對話 この色はちょっとね まあいいや 時間もないし この色ちょっとね まあいいや 時間もないし 所以這個呢就是 選了顏色嘛 就是同事 他要買禮服 他就買了 然後同事比他說 この色ちょっとね 就是 這個顏色稍微有一點 不好看或者是 不那麼配 你這樣子的意思 この色はちょっとね 就是 不太滿意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要買禮服的呢 他就講說 まあいいや 管他的 時間もないし 又沒有時間了 就 都沒有時間了 還管什麼顏色不好不好看 這樣子 主要是有禮服這樣子 所以他講 まあいいや 管他的 時間もないし 就是又沒有時間 去選其他的了 所以呢 就是這樣子用啦 第二個 ダメだよ ダメだよ 大家都知道ダメ是什麼 ダメ就是不行 不可以 不行 那ダメだよ 這邊呢 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 行不通的意思 行不通 就比如說 你這個做事方式 是行不通的 是 こんなやり方でダメだよ こんなやり方でダメだよ やり方 就是指做法的意思 所以要講 こんなやり方で 就是用這樣子的做事方式 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解決的話是 ダメだよ 行不通的 所以這邊呢 ダメだよ 就可以用在 行不通的這種意思上 第三句呢 就是 しつこい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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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別煩了 就是不要煩我 就比如說 一直在拜託你 拜託你 你不願意做的事情 拜託你 しつこいな 就不要煩了 這樣子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講 有兩個人在對話 那這個同學呢 他就非常 執著的 就一定要怎麼樣 你不願意做 要是今月中に 拜託可能是借錢 可能是借一些書 或者是什麼 必ず 一定的 必ず 今月中に返すから 我一定會 這個月中還給你 這樣子 可是呢 另外一個說 しつこいな 就不要煩了 ダメだったらダメだ ダメだったらダメ ダメだったらダメ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不行就是不行 說不行就是不行 ダメだったらダメ ダメだったらダメだ 不行就是不行 不要煩我了 しつこい ダメだったらダメだ 你再怎麼求我 都不行 這樣子啦 接下來第四句呢 就是 やられた やられた 也是非常常聽到的 比如說我們講 看動漫的時候 やられた 就是 被打敗的 やられた 我被打敗了 那你也可以說 是被騙了 被騙我們也是用 やられた 這樣子 被騙 這樣子的意思 那這邊やられた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完蛋了 完蛋了 就這樣子的意思 やられた 這樣子完蛋了 水道が壊れて 部屋は水だらけになっちゃったよ やられた 水道が壊れて 部屋は水だらけになっちゃったよ やられた 水道就是我們用的那種 水道啊 就是屋子裡面通過那個水道來共用那個水的 所以呢 它是說水道可能水管可能爆裂可能壞的 水道が壊れて 部屋は水だらけ 部屋は水だらけ だらけ 是一個日語的文法 就是到處都是的意思 水だらけ就是整間房子呢 都是水 水だらけ 水だらけ 如果要說整間都是垃圾的 水だらけ 水だらけになっちゃったよ なっちゃったよ なっちゃったよ 什麼なっちゃったよ 是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就是 變成整間房子呢 都是水 到處都是水 這樣子的意思 水だらけになっちゃったよ 那你要講 完蛋了 やられた 水道が壊れて 部屋は水だらけになっちゃったよ やられた 最後一個啦 最後一個就是 い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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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我們叫いける 比如說我們講 嗯 你的主意不錯 要怎麼說呢 比如說開會的時候 この案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この案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いけるわよ いい案と思うわ いけるわよ いい案と思うわ 暗 這個呢 暗 它是指主意 或者是一些想法 構思 好像我們講 我們要給主意的時候 好 我們就講 暗 この案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的意思呢 就是 この案はどうですか 的意思 どうでしょうか 是比較禮貌性質用的 就是ですか的 比較禮貌性質 所以它就是 この案はどうですか この案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這樣子 所以它講 挺好的 いけるわよ いける いけるよ いけるわよ わよ 就是它的那個韋語 就是韋音的那個 著詞 這樣子 いけるわよ いい案と思うわ いい案と思う 就是我覺得是很好的主意 いい案就是不錯的主意 いい案と思うわ 就是我覺得不錯的主意 這樣子的意思 好的 那今天呢 我們這一個五個 口語的分享 到此結束了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從中學習到 更多的口語 然後善用在生活上的對話啦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 內容的話呢 記得給我一個大大的讚 然後分享出去唷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它的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 這樣子你可以第一時間 收到山馬最新動態了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吧 掰掰